古山分局報告 本分局接獲線報稱高雄有一位長姓男子跟零姓男子 共同合資購買大批的毒品咖啡包 意圖在疫情期間及暑假期間大賺一筆 經報請高雄地檢署由俗文檢察官指揮偵辦 於時機身手後由本分局會同鳳山分局等單位 共同持搜索票前往該二人住處搜索 搜索查扣安菲他命9包毛重120余公克 K他命174包毛重160余公克 毒品咖啡包2244包毛重8700余公克 全案移送高雄地檢署偵辦 古山分局在此呼籲 面臨寒暑假期間 請各位家長多注意家裡青少年的活動 關心他們的交友狀況 避免受到毒品的危害和污辱歧途 謝謝